奶奶 屁股可不可以稍微抬一點點 盡量抬一點 試試看好嗎 屁股抬起來喔 奶奶 可以嗎 沒有動作 所以可能他今天好像也累了吧 因為我剛剛折騰了他一大一大 可以的話再比方說你過去看他 你覺得他今天精神狀況不錯 然後給你的回應回饋狀況也不錯 你就可以試試看 他的精神好 那他相對擺握的機率就會比較高 我是把他像你剛剛那個動作 然後我被動是 我自己把他腳往他的胸部這樣動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嗎 對對對 這樣子是可以的 對我是這樣動 因為他是不太 可以的可以 他是沒可能的 然後我是這樣 你把他這樣子壓對不對 對對對 記得不要壓太多喔 稍微一點點讓他的角度超過90度 你就要回來了 不要讓他再往上壓 因為他本身已經有一點這樣子縮了 所以當你這個動作再往上壓的時候 我怕他會擠壓到他的一些 就是讓他去去太多 他反而會不舒服 是 90度之後就要下來 是 可以的話呢 加一個側邊的動作 稍微讓他左轉右轉 讓他的腰椎可以跟著一起動 因為就是長期躺在床上的人 他的腰椎一定都會變得比較僵硬不舒服 那他可能就是沒有辦法表達他的不舒服 可以的話就幫他做一些生產性的活動 他就會比較好一點 嗯哼 這樣稍微動一動 對 動一動就會比較舒服 嗯哼 嗯哼 好爽 那基本上他可以做的運動其實大概就是只有這一些 嗯哼 因為我們這邊就不是這麼的 就人力比較不是這麼多 嗯哼 就在 就看他的手可能就幫他稍微做一下 好那他的那個肩頸 那這麼 肩頸部分的話 是我要怎麼樣幫忙脫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反式 可以的話你就是盡量把 不要從頭喔 從頭會傷到頸椎 你幫我坐坐看好不好 那要等他坐起來 他坐起來的時候 就要把他壓回來 就是稍微把他撐回來 只是幫他做一個方鬆 但是他這個反射會一直都存在 好 你說我媽媽這樣頭 對 這個反射會一直都存在 好 只能讓他盡量盡量就是讓他 就是你可能藉由按摩啦 藉由一些活動 讓他稍微比較肌肉比較放鬆一點 但是他這個反射會一直都存在 好 只能盡量讓他舒服一點這樣而已 是 沒有辦法說 就是怎麼弄一弄 就可以恢復到正常的角度 可能暫時是沒有辦法 好那你幫我坐一下 我看看是怎麼樣做好 其實就是做 把它伸展回來只是如此而已 對 對 就只是讓他稍微放鬆一下 然後把他的肩膀壓平一點 對 然後他壓了他就會痛 因為他都曲曲在一起太久了 然後比較緊 我可以怎麼樣漸進式的做嗎 嗯 你就只能做放鬆欸 你真的沒有辦法 這個這個 針對這個只能就是針對他的肌肉 像我們這個胸大肌 在肩關節旁邊這個胸大肌 稍微幫他揉一揉 因為他只要曲曲久了 他的胸大肌都會比較緊 哦 好痛喔 好痛是嗎 你看我就是說他會講的 好那我小力一點齁 輕輕的揉一揉喔 不然你這樣子這麼緊會很痛 嗯 我把那個紙拿開 我看清楚你怎麼弄 嗯 好 這個是肩膀的關節 是 我們這裡有一塊 其實你一摸就可以感覺到 就是很緊的這一塊 就覺得很硬 就這一塊 你就是記得 因為我們這邊的肌腱是這樣子長 這個方向長 所以你一定要垂直它 往這個方向揉 把它稍微揉開來 方向要對喔 不然就會揉不開 往下 就有一個斜 斜的方向 斜的方向 就是這樣子 一點鐘方向 如果你余穩在那裡 一點鐘方向跟十一點鐘方向 嗯嗯 這樣子揉 稍微把它揉開一點 嗯 把他的手盡量就是稍微放輕鬆一點 你只能做這一些 比較 就 嗯 放鬆性的運動 嗯 嗯 輕輕的喔 我們躺下來喔 輕輕的喔 這樣有放嗎 安娜 安娜 安娜你看我嘛 看一下我嘛 稍微放鬆一下嘛 嗯 放輕鬆嘛 稍微給他一點 大面肌 大面肌 大面肌的肌 大面肌的這樣子 爸爸 你今天腰 腰要不要做嗎 把它做一個伸展 喔喔喔喔 好不舒服喔 嗯 你修什麼 沒有 只是稍微把它舒緩一下 因為肌肉很不緊 腰也要 好 奶奶 那等一下電腰也一樣 你還沒有看到我 你腰也不舒服對不對 這 這 就只能稍微放鬆一下 沒有 沒有 按摩 還有電療齁 那 平常坐著的時候 大概就是 幫他肩膀抓抓 按摩一下 放鬆一下 也就直的如此 因為重點還是他 反射的問題 我們在醫院的時候 復健醫院有在跟他做電療 那在這裡 做這方面的電療 會不會幫助他肩膀放鬆的 但是我們這邊的電療主要是針對 醫生有開電療 但是不是針對他這個 不是針對他這個肩膀放鬆 而是針對他的這個 手部的肌肉和腳部的肌肉說放鬆 那不能也做這個肩膀嗎 嗯 嗯 就是只能折一 折一好 那下次 那ok 還是說你就是 這一次我們這次療程 我們怪是要做六次 六次是一個療程嗎 我們這一個療程就先以放鬆他的腳部 跟手部的那個痰痰為主 嗯 然後之後你下次門禁 你可以再跟醫生討論看看 是不是有必要再加一組 在他的肩頸幫他做一個放鬆 這個醫生比較了解他的狀況 哪一個比較優先 先要處理這個再跟醫生討論 好的好的 那我們就請他坐起來 然後我們來去做店 好的 謝謝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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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